你 泼你一盆水是给你面子 再来招任务给你好看 你们店的欢迎方式 还真是特别啊 不愧是妙妙升了地盘 她人呢 干吗告诉你啊 你干吗 光天花之下耍流氓啊你 把手拿开 不拿 放开 不放 干吗呀 没有双腿 冤家的你 是你 你 你什么你 清晨 快把这闹尸子凶牙吧 姐 不是这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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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公子 不好意思啊 浪费了小庄刚给我准备的洗脚水 什么水 公子别怕 我去给你拿衣服啊 我 看什么啊 我们是不是在哪儿见过啊 想多了吧 初来跪地 我还没这工夫认识你 我 你 刚才对不住啊公子 今日消费一律八折 请喝 药 devoted 快 你 快 我朝都是你 伤害了 有了 没有 你 应该是你 还没有 我 真是 那 小胖小庄啊 快拿书来 唐飞龙觅文 唐飞龙外传 唐飞龙的画本子全部拿来 快 拿书干什么 我说我要见他一面 妙先生现在真的不在书舍了 要不您明年再来 我听闻京城有一位 明镇四方的说书先生 说的是唐天远的故事 但是化名唐飞龙 既然你是这管事的 我就想求证一件事 这妙妙生跟这说书先生有何干系 还是说 他们俩本就是一个人 怎么会呢 肯定是妙先生听了 说书先生的故事才有灵感的 也就是说 妙先生去过京城 那你可知 妙先生要写一部断案集 原来你是来打探画本内容的 我只想问你一句 他是本来就知道这些案件的内容 还是一顿胡编乱造啊 找茬的是吧 这唐天远跟你何仇何愿 你为何要如此杜撰人家 同龄这么小的林子 居然还有你这种老鸟 唐天远的仰慕者 居然还有男子啊 不 我就是想知道 什么样的人能写出如此银词宴曲 银词宴曲 妙先生招你惹你了 喝你的茶 时间不早了 麻烦你给妙先生带句话 华众取宠 胡说八道 是要付出代价的 威胁谁呢你 公子 这是您换洗的衣服 谢谢啊 钱还没付呢 一杯二两 两杯四两 有钱 来 回来了 听说你去找给你刺名的大师了 妙妙生我倒是没见着 你猜我今天见着谁了 京城那个说书的姑娘 那真是有缘千里来相会啊 你正拿着什么 估计是遭孽缘吧 唐妃龙命 妙妙生的事情呢 我自有解决办法 现在我们俩得忙个正事 你去把桑杰的卷宗拿过来 咱们两个分析分析 我一借武夫只管耍刀弄剑的 看字我就头疼 以后当着手下的时候 能不能给我留点面子 总顺 小子在 明日张宝 本官要招师爷 是 什么味啊 这么臭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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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